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基本上是一个远距的概念 是 是 是 不过他也有一些面授啦 就是说他每一堂课要回到学校 他提供一个终身学习的一个空间环境 是 是 是 那他是一个开放式的大学 开放式的 是 那我想现在就这个空中大学本身的这个定位问题啊 是 我们先就讨论 是 再讨论 他是一个提供远距的这种教学 现在很多学校也都提供远距的教学 是不是 是 我们也可以透过在网路上一定的课程 一个学位里面可能三分之一或到一半的课程 可以透过往远远距的方式 其他还是必须 空中大学跟这些很多学校提供远距教学之间的差距在哪 我想其实在入学其实就有一些差异 我们其实对于空中大学基本上他 他愿意来 其实是一个免试的一个概念 所以是提供了一个比较宽广的 就是说他不需要经过考试 他有意愿 想要来念要念学试念复学试 他就可以 我们在大学的规范里面 基本上还是有入学考试 相关的这些资格条件方面 其实是相对更严格的 好 那么他是提供成人的终身学习 是不是 现在已经是把开放 以前要20岁以上 现在我们也已经把它修到 就是说其实不受这个限制 过去事实上你高职 如果毕业要念空中大学 可能要20岁以后才能做 现在我们从宽广的来看待 就是说不需要再做这样子的一个限制 所以全修生 选修生都不受这方面的一个限制 那你意思是说 12岁 15 13岁的也可以咯 理论上他现在是开放到18岁 对不对 不是这个你要法律 或者说 你的法律怎么定 基本上他的这个思考是说 这个以有基本同等学历的这个概念 有同等学历 大概18岁 这个概念 大概多多少就在这里 所以说12岁 他不太可能有基本高中或高职的同等学历的这个概念在这里面 好 那么现在这边后面有两位 这个台北跟高雄 请问一下空中大学居然是讨论远距大远距的教学 大部分的学生的来源来自于何处 大部分的学生 或者是说有没有一些例外的地方 我们是这样子 就是说他其实有两个主要的国立空中大学跟高雄市立空中大学 他有十几个这个学习中心 这个学习中心就是说在那个区域里面 比如台北 新北 新竹 这些区域里面 他就有一些区域的这些学习中心 所以当然其实某种程度 你要离学习中心相对比较近的 是比较方便 我们设了15个相关的学习中心 所以他的来源其实大概应该还是可以说是全面性的 好 第一个我先提供您的意见 是 刚刚我们讨论的结果 第一个他是提供成人的教育 但是您说现在把它降接到 是 只要具有高中职业力 第一条立法依据有没有修正 我们其实是在我们这个这次要修的相关的这个规范里面 其实就是会把它放进去 因为你的第一条就想得很清楚 为使用视听传播媒介方式 是办理成人进修及继续教育 我们这个其实因为要看我们行政院的提案嘛 原来的那是现行条文嘛 行政院也是教育部的提案不是吗 不是啊不是不是 行政院提案文字我念给您听啊 为运用传播媒体开设远距教学课程 已经为运用传播媒体开设远距教学课程 办理民众 所以说从原来的是需要用成人进修的概念 这个在这次的修法过程中间 我们已经把它只要去修了第一条 对我们修了第一条 因为你自己的报告案里面没有第一条 呃 其实第一条修了 那你为什么不报告的时候把第一条说明一下 所以口头 我们书面报告可能可以看得更清楚一点 不过口头报告是比较快的 我们可以赶快来看一下好不好 OK 其实是有一个对照的文件啊 对照的文件 你这个第一条 所以我开始一开中名义 先把空中大学的定位 因为它跟现有的很多的学校 提供的相关的这种教育的方式 它会有一些进和关系 所以你的定位很重要 我第一个问题定位 你就就把这个定位 你第一条就没有讲 所以我才会问到 谢谢 谢谢这个李委员的指教 我们过去 未来再做相关的处理的时候 应该更审慎的来做一个处理 谢谢委员的指教 好那既然第一条也修的话 我就没有意见了 是 那么再请问一下 现在问题就是两位校长 你们在于真正空中大学设计上 需要涵盖的台湾全部的地区 是否都涵盖了 两位空中大学在分那个区域的时候 有没有做一个区隔 报告委员 就是国立空中大学设立的比较早 所以它涵盖面是包括整个台风经 我们现在一共有13个学系指导中心 另外马祖还有一个学系指导处 所以基本上我们学校是一个全区域的 那除了13个中心之外 那个面授点分布的更广 目前就是一般地区有86个面授点 那另外在监所里面也有11个面授点 好谢谢 那么军队里面有没有 现在有部分的专班开始在部队里面 在部队里是不是 好谢谢 那那个我们的高雄的空中大学呢 是 李委员 我们这个高雄市立空中大学 李委员刚刚垂寻的就是军方的 我们现在目前学生的人数 在2860人左右 那6%是具有军职的人员来就读 可是这样的话 两个学校之间的 彼此之间有没有静和的关系 基本上合作多余竞争 因为在 合作多余竞争 我们的学生是在高雄县市 原高雄县市 合起来我们大概占80% 我这边没有什么歧视性的问题 我纯然就是从资源的分配角度来看 成立一个空中大学在经营上面 它的成本跟 这个就是成本跟经营上的 这个你的 就是你的成本跟收入 这两个比较起来的话 有没有一个最适的经济规模 我想把两个学校的规模 跟您报告一下 这个在 在空中大学 国立空中大学 大概一万三千人左右 一年毕业大概两千多人 高雄就两千八百多个 不是 我说的是国立嘛 那另外在高雄的 他两千多人 一年毕业三百多人 这是大概他们现在的规模 那当然刚才特别也谈了 高雄的这一部分 以高雄为主要考量了 所以等于是强化在高雄地区 有多了一个规模 为什么要强化高雄 我刚才讲过 因为市立的设立 并不是教育部决定的 市立的决定 这个是一个市立的一个单位 所以是高雄市决定 说要做一个空中大学 他其实是可以办 台北市也可以办 那当然我们之间 就会去做一些 也会做一些思考 那刚才您提到 这个经营的相关的情况的话 我们其实对于 国立空中大学 是有一定的补助 一万多学生里面 我们补助了 大概两亿多的 两亿左右的经费 那他们一年的预算的情况 决算大概六亿左右 所以这个是 当然跟我们一般大学来讲 一个学生 至少大概要十万左右 的情况 大概它是一半的 相关的信心 有没有一个 最似的规模 我希望它其实是一个 长期提供一个 终身教育的一个场域 那过去大概 已经有三十几万的学生 大概在这个program 参与过 可是没有毕业 毕业的部分有四万多人 那所以说 其实也有蛮多的贡献 那当然进一步 这个我想我也会进一步 再去跟他们做一些互动 看看我们这一次的修法之后 是不是还有更多的 在管理上 在各方面 校园的校务推动上 需要协助的话 我也会持续关注 因为高雄地区刚刚提到 就是只有两千八百多 它是不是成本收入 这个部分 产生很大的落差 它的这一部分 基本上就是说 是因为是四例的program 所以四例的program 它的财务各方面 可以请您的校长稍微说明一下 你们的财务状况好吗 张师大的现在他到了 张师大的 好 谢谢委员 那我们历年来的毕业生 已经超过五千一百人 那每一年现在的预算 大概在一千一亿五千万左右 那市政府补助大概50% 大概一半 那其他就是自从 其实经费无余啦 成本应该那个效能是很好的 学生也很喜欢 因为我了解 这个第一个空中大学本身 它因为具有远距的特性 它有很强烈的 所谓经济规模的效应 因为它一套教材 一套这种所谓的设置的设定方式 它可以传播到很大 规模比较大的时候就 那2800个就我所了解 经营一个学院或者一个大学的话 它都已经不是经济规模的一个条件 那为什么在国立空中大学 跟不管是高雄是市立 中央政府也补助吗 市立的部分我们没有补助 国立的部分 我们大概三分之一的 我们是由我们来学习的 整合性或者是分工性 因为它没有距离的问题 它可以share共同的资源 所以刚才其实两位都是张校长 其实事实上我想他们的这个合作 刚刚也特别谈到 合作多余竞争 就是说基本上把课程 把各方面其实可以共同来做出 他们也跟社区大学做合作 跟国立空中大学 这个中间的彼此之间的 所谓在提供教育服务的内容上面 有什么分工 应该是课程上你们事实上是分享课程的 报告一下 就是高雄市立空中大学 它的发展是以城市型大学为主要的一个目标 那我们的话是针对学习者的需要是一个比较全面性的 那我们虽然在高雄也有 而且两个学校开的就设的系所 设的系还有开的课中间有一些区别 好那么请问高雄你们的特色在哪里 会区隔于台国立空中大学 其实这是我们的老大哥啦 就是大概75年 我们是86年 就是五务总统 在担任市长任内成立的 那我们的特色是实用取向 所以我们有工商 有科技管理 有外玩 那有大众传播 有这个文化艺术系 大概之类的 六个系 我还是觉得很奇怪 第一个它本身有分 如果有分工的话 如果有分工 然后四一大学 全部就由高雄市来承担 然后呢 这个但是在这个国立空中大学 就就由完全由教育部来负担 这个东西又很奇怪 你不觉得吗 其实应该这样说啦 就是说其实他们的分工 从某个角度 刚刚也讲了 各自大概都有六个科系左右 这个科系 其实是基本没有什么overlap 在国立空中大学这边 比较以人文 有公共行政 这些面向为主 那边的话是社会科学商 这些情况 所以说他们其实 有一点复补的作为 可是这个课程 当然有通事 有这些 其实是可以共享这个课程的 这部分应该大概是没有问题 可是就是说 我想委员刚刚提到说 是不是国立有了 势力就不能设 这部分我相信 未来如果好的整合 不是只是发展一个竞争关系的话 我想应该是尊重他们的设立了 叫做静和关系 对 不是你死我活 然后是双赢 细竞争要合作 那这个是有 现在教育部有没有政策在这方面进行调整 现在主要就是说 从管理 从各方面经费的支持来看 我们是对国立的有 对势力的没有 所以说我们也很难说 你可以看到两个系统有这么大的人数的差别 第一个你要不要认定这个高雄 他有他的价值 有价值的话就应该要做进行 我想是有价值 他也毕业五千多人 也培养了五千多个这个学士 相关的这个概念 所以我想长期来讲 我想我会进一步的 请他们做 可能可以互相讨论以后 建构一个进一步的合作的机制 最后几句话 副长 你要增设组织规模 你要让副校长增加位置 你要增加他的成本 但是他的规模本身 是不是能够应付这样 其实我们有副校长 就让他其实更多一点机会 在校伍推动上 我知道但是你从经营者的角度 本公司没有办法赚钱 结果还要扩大规模 这不是很奇怪 所以你一定要把这两个单位 如何做一个整合进合 或者是一个 我愿意进一步的 跟他们在进一步商谈 以后看看是不是正好的方式 谢谢李委员的指教 谢谢